中国钢琴王子李云迪 涉嫖娼被捕 二十大障碍多 前赵紫阳正囊团报 习近平将遇大困境 长津湖余波 罗昌平因质疑韩战正义性被批捕 北京不会武统台湾 准美中华大使不能信中共承诺 沈阳爆炸死亡人数升至无人 更多细节被爆出 北京警方21日通报 中国知名钢琴家李云迪因嫖娼被刑政拘留 外界预计 李云迪的下场可能会很惨 民间则质疑中共官方 有转移焦点之嫌 据悉 中国钢琴王子李云迪出事前一直被中共官方热捧 曾五次登上春晚 被评为中国十大青年领袖 还拥有重庆政协常委 全国青年常委 香港青年副主席等官方授予的头衔 《香港01》今天引述陆媒说 李云迪因嫖娼被抓 并非第一次 今年上半年就出过市 只是当时未传开 外界认为 李云迪面临的下场会很惨 演艺事业会大受影响 中国音乐家协会22日早声明 取消李云迪的会员资格 有分析指 李云迪可能在几年时间内被禁演 有可能将永远无法再继续演艺行业 还有律师指 李云迪除了无法再上综艺节目之外 恐面临合同违约的责任 可能要赔上天价违约金 据悉 李云迪近年 其代言包括名表 汽车 音响等高级品牌 初步估计有十多个 目前李云迪被抓事件 已经迅速登上微博热搜和百度热搜前两名 对此 有网友质疑中共是否在利用李云迪事件转移焦点 有推特网民说 为什么每次重大事件出现 中共一定会爆出民间的嫖娼新闻 培养和掌控明星的兴趣与踪迹 可以随时作为转移焦点的棋子 还有网友认为 李云迪被抓背后有猫腻 这样的地位 这样的才华 大把女人头怀送抱 所谓嫖娼会不会是有意引导甚至构陷 难道也是站错了队 李云迪被抓当天上午 辽宁省沈阳市发生的重大爆炸事件 官方称三人死亡 这一数字引发民众高度质疑 无独有偶 知名艺人吴亦凡被抓事件 也刚巧发生在郑州水灾之际 外界认为官方有借机转移民众关注的嫌疑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时间已经确定 外界认为 这将会是第三个历史决议 而习近平则会仿效前两个发布历史决议的领袖 毛泽东和邓小平 执政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曾是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政囊团成员 现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和历史系教授的吴国光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目前 中共内部仍不断传出权斗信号 但中共二十大的障碍不在习近平连任这个问题上 早在2018年人大修宪时 习近平就已经在游戏规则层面为连任铺平了道路 目前 有关二十大的障碍在于 其他政治局常委如何进行权力再分配 吴国光说 他经过研究发现 习近平是中共历史上对政治局委员 掌控程度最高的党魁 但习近平想 在中共二十大权力再分配过程中 实现对政治局常委会更高程度的掌控 吴国光说 障碍就在于习近平要的太多 但其他人也各有各的想法 这里面怎么样摆平 如果按照过去七上八下的规矩 现任常委中只有栗战书和韩正两个人到零 那么习近平重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余地非常小 最多只有两个位子空出来 吴国光进一步说 随着中国民间退休年龄开始往后挪 中共内部也许会出现要求提高年龄红线的声音 这就使得政治局常委的空位更少 就算扩容制九个政治局常委位子也不好摆 吴国光说 如果明年夏天有一个或更多政治局委员落马 他不会觉得奇怪 那就是习近平在敲山震虎 至于第三份历史决议 吴国光认为习近平这样做 旨在解决他面临的最大统治困境 就是他和中共党内大部分既得利益者 在思想上有一个巨大的分歧 大陆知名媒体人罗昌平 10月22日 因质疑寒战影片长津湖 被海南省三亚市城郊检察院批捕 罪名是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 10月6日 罗昌平在微博发帖说 半个世纪之后 国人少有反思这场战争的正义性 就像当年的沙雕连 不会怀疑上风的英明决策 至于这场战争不必做过多的评价 看看现在的朝鲜和现在的韩国 所有答案一目了然 很快 罗昌平遭到中共共青团中央微博 解放军报等官媒发文批评 指他侮辱英烈 罗昌平迫于压力 随后发布道歉声明 微博账号也被封 10月8日 三亚警方对罗昌平实施刑事拘留 中纪委机关报刊文指 让侮辱英烈者付出应有代价 时事评论员袁彬认为 中共对网络大V罗昌平 侮辱英烈如此恼怒 不是因为罗把冰雕连说成了沙雕 而是他对中共抗美援朝正义性的否定 他表示 罗昌平在微博留言 真正的意思是 这是一场不正义的战争 他的矛头并非针对冻死的军人 而是中共 而从来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的中共 被一个网络大V打脸 自然恼羞成怒 但又不想让民众看清这一点 只好避重就轻 抓住沙雕连做文章 袁彬分析 中共高调声称 要让罗昌平付出代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眼下中共正面临西方世界围堵 中美冲突更趋于白热化 这种情势下 为了与美国对抗 同时也为了证明自身的合法性 中共急需煽动仇美反西方的爱国主义 推出长津湖正是为此造势 眼看影片热播 小粉红一片叫好 罗昌平突然出来泼冷水 此时如不杀一井百 任这类言论泛滥 就会冒出越来越多的罗昌平 岂不要坏了中共的好事 美国驻北京大使提名人伯恩斯 10月20日在参议院作证时表示 在台湾议题上不能信任中共 会线手不会武统台湾的承诺 国会可加大对台军售 对中共最重要的威慑 是让美国保持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地位 这位65岁的职业外交家强调 依照台湾关系法 美国必须恪守并引领盟友 对台湾的承诺 伯恩斯还以香港为例 对比台湾 指出中共当年对香港做的所有承诺 如今都被抛住脑后 绝对不能相信中共 会兑现对台湾议题的承诺 根据台湾关系法 美国有责任透过提供防卫物资与服务 来协助台湾实现自我防卫 2009年以来 奥巴马、川普和拜登政府 向台湾已提供约300亿美元的军售 而鉴于中共近日令人反感的对台威胁 美国完全有权持续深化我们的安全合作 拓展对台湾的武器供应 他说 美国国会当年通过台湾关系法 和一个中国政策 均假设将出现两岸之间的和平 可是如今 没有太多和平 有的是独断和胁迫 尤其是近期 有许多中共高级官员说 要武统台湾 伯恩斯还认为 中共太咄咄逼人 因此在国际上被孤立 他说 我们不应该夸大他们的实力 也不应该低估美国的实力 他在发言中也提到新疆 西藏 香港和台湾问题 他表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疆的种族灭绝 在西藏的侵权 对香港自治与自由的窒息 和对台湾的霸凌 是不公正的 必须停止 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 他主张深入调查 并批评北京 封锁信息 据路透社报道 伯恩斯有望轻松获得 确认成为美国驻华大使 天普这一空缺了约一年的职位 10月21日早上8点多 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南街 南七马路路口 发生燃气爆炸事故 据中国国家应急广播报道 截止22日19时 搜救任务基本完成 事故造成5人死亡 与此同时 爆炸事件的更多细节 也不断被爆出 22日凌晨 每日经济新闻报道 近两天 摄氏地段在做老旧天然气管道改造 有居民表示 21日凌晨4点多 他的一位清洁工朋友 在太原南街打扫的时候 闻到类似煤气的味道 沈阳燃气接线员 对红星新闻表示 涉事地太原南街222号 是从20日晚上10点开始施工 21日6点结束 并于7点10分上报燃气公司 燃气公司随后派人 为停机地址逐个通气 接线员说 燃气管道改造施工 通常在晚上 早上结束 爆炸是否与施工有关 无法确认 据大象新闻报道称 21日事发后 距离事发地200米左右的 一家超市店员说 20日 涉事饭店附近的 一家棋牌室内的顾客称 闻到了燃气泄露的味道 没想到第二天就发生了爆炸 事发时 距离涉事饭店仅有10米左右的张建仁说 他的车辆当时被炸得面目全非 他从车中爬出后 赶紧把儿子也从车里拖拽出来 随后两人被松医治疗 还有一位遇难者 王先生 生前在涉事饭店隔壁工作 事发后 王先生被发现 压在办公室和饭店中间的承重墙架 王先生的父母说 我的儿子就是被逼死在废墟里的 见到他的时候身上没有外伤 裤子里面都是他在墙下挣扎的时候 浸的石头和沙子 梁老从外地赶回来 也未能见到儿子最后一面 据悉 此次事故附近的和平区太原街 曾在2013年3月4日上午9点多 和2012年5月1日下午2点 发生过两起爆炸事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